这个马上欧冠决赛了哈 最近呢就感觉这个欧冠决赛好像一点也不重要了哈 那么明天凌晨就踢了哈 那咱们就说一说哈 说点啥呢 其实这两天一直被梅西转会迈阿密国际的事情充斥着 还有就是安静的中国型 反而呢就是说在咱们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粉丝圈 就感觉这个欧冠呢也没有什么预热 但是眨眼之时突然就到来了 那么有很多朋友说说超哥你做个视频呢 我说好的安排 毕竟是欧冠决赛嘛 那咱得安排咱得讲 得出于对于欧冠最基本的尊重哈 说实在在绝对流量面前 这个欧冠我感觉真的是悄无声息 就是感觉好像都没有前两天什么欧会被欧联被感觉 冻人了是吧 欧冠就开始了 毫无征兆没有预论 今天这两天一刷抖音全是梅西转会 要不然就是阿德廷中国型 这个刚刷一个这个卢卡库和德布劳内 在在球场碰个面哈 运火爆啊提醒我欧冠到来了 好那就说一说 对于这两支球队呢 呃我感觉曼城的实力还是要略强一些啊 因为他整体性肯定是更好 对吧 你要是比整体国际米兰肯定比不了曼城 那么国际米兰的优势在哪呢 国际米兰感觉他那种现象级的球员 比如说塔罗 佩卡库啊 包括巴雷拉 哲科 迪马尔科 布罗 左围棋 哎 一定要记住布罗 左围棋 为什么呢 就是按照过往的欧冠冠军的定律 那么每一支欧冠冠军的球队都会有一位克罗地亚球员 这个是国际米兰的一个buff 当然了这种buff呢 信则有不信则无 呃足球比赛还是要归于实际的这种比赛 这个这个踢 对吧 还是要踢出来 还是看谁 临场发挥更好 看谁 更少犯错 那么 大部分还是看好慢的啊 其实我也是看好慢的 因为的确 整体很强大 因为这个赛季呢 状态又这么火热 包括引来了这个哈兰德之后 看似球队最前那一点已经补齐 但是还是有点隐忧 就是说哈兰德的状态 以及全队的状态 再次来到欧冠决赛的赛场 他们会紧张吗 对不对 他们会不会激动呢 会不会颤抖啊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尤其是对于京多安来讲 这个是他第三次欧冠决赛 那之前两次都已经输掉了 包括德布朗内 这也是第二次来到欧冠决赛 对不对 所以说这对于曼城将士来说 十年必须功于一亿 这十年的投入到底是 yes or no 成功或者失败 这是一个伟大的选项 所以说对于曼城身上背负的那种东西 我感觉还是比较重一些吧 国米呢 我感觉从心理上来讲 我感觉应该是比较轻松 他们可能还会以一种光脚不怕穿鞋的心态 就是治本节来还节去 本身就什么都没有 还怕什么都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说捞到计赚到 我感觉国际米兰那种魂不立的劲儿一上来啊 曼城好像还真难拿你 所以说对于这场比赛 他的这种风格的走向 这个态势的走向 我现在也就不做预测 毕竟 梅西转回迈阿密国际了 阿克宁中国情人要来了 对于欧冠军赛到底能打成什么样 是不是 就是长点小皮球小烧烤咖吧 这一百 就是爱咋踢咋踢去吧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球迷来讲 我不站队 我不站队 但是个人倾向感觉还是曼城更强一点 好了 我是双哥 这个视频呢 咱们就做到这里啊